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级的奖学金门训 我都能够很放心的 去走我想走的路 是因为有一位母亲 非常爱她的女儿 她不在意成就地位 还有金钱 只在意女儿过得开不开心 会不会很累 在你面前 我永远都是宝贝 从大学开始 我常常很忙碌 你心疼我的疲累 每次都把我照顾的 跟公主一样 我在家几乎不用做什么事 只要好好地休息 因着你的成全 我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自由地探索人生 你在意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我每天开不开心 有没有睡饱 吃得健不健康 你在意的事情 总是跟我有关 你最常跟我说的话 大概就是 有没有睡午觉 帮我泡好的茶 有没有喝完 注意安全 会不会累 你也常常跟我说 想你 爱你 直接而且又不害羞地 挂在嘴边 你表达爱的方式 就是这么地简单自然 除了不计代价地 为儿女付出时间 心力 还有金钱以外 你还常常花时间 陪我聊各种心事 陪伴我走过很多 高山低谷的情绪 还有常常地肯定我 把我赞美到 都快要飞上天了 不是我很完美 是你选择看我的优点 你很满足于 上帝创造我的美好特质 谢谢你对我的 百般的疼惜跟宠爱 我想到你连月子也没有坐 独自一个人 把两个小孩带大 承受世面八方 难以想象的压力 你却能够为了孩子 总是把这些都 强忍地吞下 因为你的想法很简单 你就是想要让我们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有父爱 所以再多的付出委屈 你都觉得值得 这是你最纯净的爱 在这份爱中 我学会原谅 我也学会对人怀抱 开阔的心胸 学会怎么样去付出爱 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谁能够想到 这个常常道爱 用亲吻 用拥抱来开启一天的家 曾经经历许多 难以道尽的伤 因为你将伤痛 转换为笑 你知道有些事情 并不好受 所以你不要我们 也受到这样子的痛 这就是你简单 纯粹的爱 你的一切的简单 真的都不简单 一路走来 你辛苦了 谢谢你对我们的付出 接下来也换我 来为你付出了 我爱你 谢谢你把我捧在手掌心上 虽然最疼你的 阿公跟阿嬷 都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想要跟你分享 有一位上帝 他不是离我们 遥远的一位神 他是深深爱我 捧我在手掌心的天父 他也是爱你的天父 他的爱也一样很简单 是一份无条件 不会改变的爱 是他永远不改变的爱 改变了我 医治我的伤痛 还有忧伤 使我的生命 能够不断地向前突破 期待你能够认识这份 完全的爱 就是我心里最深处的愿望 爱你哦 母亲节快乐 感谢主 太可爱了 那陈辰也有预备一份礼物 要给妈妈 好那 邀请妈妈从桌上站立起来 我们拍手 给妈妈一个拥抱 感谢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